邓伦半夜更薄,评论直接炸掉,网友,杨子你快快现身,最近关于电视剧《香蜜沉沉浸如霜》,杀星的时候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一起照了一张合照在网上疯传,大家都说这一张照片暴露了这部电视剧《一个巨大的秘密》,那些喜欢这部电视剧的网友们纷纷想观看这张照片,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其实对于《香蜜沉沉浸如霜》这部电视剧,大家自从开播以来到现在一直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对于这部电视剧几乎没有什么那么吐槽的声音,有的只是对于邓伦和杨子所饰演的在电视剧中的那一对情侣都喜爱的声音,不得不说邓伦与杨子在这部电视剧中饰演的角色非常的成功,在上面网友疯传的杀星照当中, 人们发现作为主角的邓伦和杨子肯定在照相的时候坐在正中间,但是同样非常显眼的是邓伦怀中,竟然抱着一个小演员,而且是一个小男生长得非常的可爱,似乎预示着这部电视剧的结尾,并不是如同大家想的那样是一个虐恋的结果, 而且最近邓伦又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条微博,这条微博更新之后几乎已经炸掉整个评论区,更是让喜欢这部电视剧的网友和粉丝们纷纷留言, 就在杨子的社交平台下面轮番轰炸叫杨子出来,那么邓伦到底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这样一个微博呢? 原来演员邓伦在这部电视剧更新完成的当天晚上更新了一条微博,说今天的皮影戏好看吗? 其实他说的这句话应该是在最新的更新的电视剧当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两个人在观看皮影戏,而且这个皮影戏是男主角为女主角所表演的算是一个惊喜。 邓伦的这句话让看到这句话的粉丝纷纷回忆起来了电视剧中的场景,但是当人们发现邓伦这句话配着的图片的时候纷纷表示不能够镇定了,原来在我们大家原本心中说这样的一句话,肯定是配着电视剧中的剧照。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邓伦在下面直接配了一张白笔的图画,重点在于他写了三个字我娶你,大家看到这三个词简直都跟疯了似的,去杨子的平台下面纷纷喊话,杨子你快出来,你快来。 原本大家对于邓伦与杨子这一对演员在电视剧中的表现就非常的看好,而且都非常的希望他们两个能够真正的在一起,再加上杨子最近与自己的前男友分手。 所以邓伦这个在大家看来非常绅士的男人,就进入了杨子粉丝的眼帘当中,而且很多喜欢这部电视剧的粉丝,纷纷在下面给邓伦留言说,非常期待你和杨子以后的合作。 因为以前你们两个没有合作的时候还不觉得,合作之后觉得你们两个的VP感非常强。 有一些网友更是留言说,非常期待你们两个能够真正的在一起。 你对于邓伦深夜更新微博喊话杨子我娶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小编下方评论留言啊。